明明沒下雨 但馬路上卻是一整片濕搭搭 原來是 這裡自來水管線爆了 水都流出來了 自來水管線爆的也就罷了 就不由路上出現大小坑洞 甚至滿地小碎石不料 今有機車騎士 已經擂場跌倒受傷了 現在準備叫救護車 騎士雙手雙腳都是擦措傷 或是民眾健壯立刻上前幫忙 並通報一一走到場 直發地點就在新北巴黎台15縣 隆敏路2段 2號半午5點多 有民眾發現在水管線爆裂 其有騎士自摔受傷 立刻上前幫忙 並在場協助指揮 尤其當時適逢下班時段 再加上下坡路段 就擔心再有民眾不慎摔傷 因此立刻通報相關單位 也因為這突發狀況 不是導致民眾摔車 更造成車輛毀堵狀況 至於後續該由誰來賠償騎士 則有帶警方進一步釐清調查 東三線維新的中心綜合報導